首座新月發生在你們的對公 如果有些小小尖聲知識的人就會說 是不是我要出去認識多些人 理論上是正確的 但我之前也重覆過很多次 就是說這次這個日月合 這個合作 其實它沒有跟其他東西形成其他上維 所以其實在這個新月圖裡面 它不會這麼舉足輕重 反而我們現在可以專注於什麼呢 當然就是我平時做新聞的流程 就是看塔羅給你們的訊息 然後再透過聲償去找多一點端藝 去給多一點資料 塔羅一句話就是 其實它不是笑你們懶的 我反而會覺得這是一個advice 不是description 不是好像經常笑相遇那樣 笑你們懶 大家都有個相字 但是塔羅今期好像是笑相遇懶 還是上一期我忘記了 但是我會覺得它現在就是 描述你們是應該要去休息 不是就是advice你們是需要去休息 instead of describing 你們經常在偷懶 然後我們透過聲償再去找一些證據 好嗎 首先大家都很耳熟能詳 剛剛那個水星逆行是發生在天蠍座的 就是在你們的陸公 OK 然後呢 已經結束了 回復信行 好像很正 但是其實呢 它還是在一個我們叫一個 post shadow period 是一個後陰應期 所以其實它還是有一點點停滯 很緩慢 需要去recover的這個need 它需要去慢慢重新去適應一下 是的 所以還是會有這種慢慢來的能量 OK 是的 還有呢 水星你們的守護星 OK 就三分緊 在雙魚座 在雙魚座 入廟得世的那個海王星 那個能量是很美的 也都是說你們應該去善用 這個來近這個農曆11月 去做多些休息 睡覺 或者去一些黑暗的地方 去可能 刺激多些退黑激素 是的 但是退黑激素是一個挺天然 和挺workwork的安眠藥 是的 英文叫melatonin 我自己也有時會吃的 是的 Anyway 或者趁農曆11月去做一些靈修 或者總之要靜 夜蘭人靜 沒有什麼人去騷擾你 這些地方給自己去清一清空自己的思緒 當然睡覺就是最不需要成本的東西 是不是 好了 所以其實星像這裡這些東西是符合塔羅的意思 我也不差再跟大家說一些古典占星的知識 很多現代占星 其實他們是不會認識這個東西的 是的 但是在古典占星是很重要的 就是恆星 恆星人行的恆星不是走路的走路 我們經常說那些恆星就是金木水貨素 但是我現在說的恆星永恆的恆星是叫Fixed Stars 是的 在兩個Fixed Stars的影響之下 第一個叫Avaka 第二個叫Subana Janubi 是的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嗎 我以前去學占星是在法國學的 我的老師就是我們用法文再加英文溝通 中文就絕對不再考慮之列 但是我也很有心地跟大家找了 因此大家好奇 原來Avaka的中文就叫冠作死 是一粒百里行之聲來的 其中之一的 他也是北面座這個星座 這個星群之內那粒α星來的 至於Subana Janubi 就是叫低屬一 還有很重要的 雖然現在你們的水星是在天結座 但是Subana Janubi 他會帶一個什麼力量在影響著你們的首呼聲水星 他是帶著一個天平座的力量 真是無法估計 所以原來這些東西加起來 都是說你們會比較懶惰的 所以既然你們的勢也是要懶惰的 那你們就睡多一點 休息多一點 還有就算我不是在描述 因為你們很懶惰 但是我給了一個提示 就是說什麼呢 原來因為尤其是剛剛 我都說了 水星回復信恒 但是現在還是一個口音頂期 所以其實你們早前的腦子 可能是失晒 或者是癲癲的 現在開始要正常運作了 那這一個轉移 其實你們的腦子會轉得很快 因為好像全部東西開始清晰了 對不對 但是原來你們的身體 是適應不到你們的腦的速度 所以其實原來你們最近 是很容易腦快過口 或者腦快過手 所以很多時候會出現這些 有些困難 所以為什麼才不斷提醒你們 麻煩你們休息多一點 讓你們的身體是可以跟回你們腦的節拍 OK 是不是 還有 不單止這些 原來你們最近都容易病 身體健康要注意多一點 所以為什麼要休息多一點 尤其是在什麼部位呢 尤其是從肚子一直到膀胱的位置 就是腸胃的位置 尤其是腸 消化系統 還有腸胃消化系統 小心可能會容易 歐歐肚痛 或者便秘 都有這樣的可能 消化不良 好 最後有沒有再多些提示呢 就有一個吉一的 其實胸胃也有少許胸胃 但是算了 我跟你們都說了很多東西 免得在這裡放腐 有一個吉一就是12月6號 現在是說西曆了 剛剛我一直說的 那些新聞全部是為農曆11月的 但是現在我就去選一個吉一就是 西曆的12月6號 他反而是給你做什麼呢 反而這一天就不是休息的 是可以去做運動 尤其是一些危險極限運動的 其實就是